大家好 我是劉奶爸 我是硬大紹 硬大紹是在去年加入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終身會員 所以你是我們的終身學員 你在還沒有加入網路行銷懶人包之前 你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我的工作是全職的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投資 那為什麼會想要學網路行銷 因為不管什麼工作 他可能都是要靠時間去賺錢 你可能有做才會有的 就是你的時間沒辦法槓桿或是背花 但是在網路這塊的話 他可以運用時間槓桿這個特性 所以比較吸引我 我發現你不只會下FB廣告 還會關人士廣告 所以你跟大家講講 你到底還會哪些東西好不好 主要是感謝奶爸啟發我 就是因為那個奶爸課程是我 進入網路行銷界的 學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課程 那那個後來當然就還有自修自學一些 因為學完以後大概知道整個網路 數位行銷的一個樣貌跟容貨以後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去評評 那包含文案 SEO Google關鍵詞 GA分析 然後那個FB廣告 然後還有一些社群行銷的部分 都在一年之內就學這麼多東西 對因為全職啊 真的很厲害 一年之內 GA 官司廣告 演出廣告 內容文案 全部都學了嘛幾乎 對因為後來開始接案 後來就是 跟奶爸學完以後就等於 就是轉職了 就轉職了 對就 房型產就是沒有那麼有 就發現自己濃厚的興趣是在行銷這一塊 就也開始接案 因為行銷真正的價值就是 不只是自己賺錢 還可以幫別人賺錢 對這很重要 對 所以現在你們有 我聽說你跟菜老師 對 就直接接案這樣 對 我們 後來就是發現 奶爸學生越來台南也有 也有一些同好 因為 這一條路其實很孤獨 因為就是那個 基本上你就會 比較多的時間會在家裡面 對 那那個 你在跟親同好友在講說 講講這些東西 有時候他們眼神放空的 沒有錯 對然後甚至我 我岳母年紀比較大嘛 就是我後來接案比較穩定以後 對 然後我岳母還一直跟我說 不要騙人家 哈哈哈哈 不要騙人家 不要騙人家 不要騙人家的錢 對 因為 因為老一輩不懂的 網路行銷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是是 其實網路行銷只是 利用網路做行銷 幫你賣商品 就這樣而已 對對對 但是因為 網路跟電腦是 老一輩比較 不懂的東西 對對對 那真的很不錯 那我們也期待你 將來 可以 越做越好 雖然現在已經做得蠻好了 哈哈哈哈 對 我也期待你越做越好 好謝謝 感謝你 謝謝你 接受我們的採訪 好再見來吧 哇你真的超厲害的啦 沒有 學那麼快